今天有一個人 男主要開車出門的時候 發現車的地盤有團出的鳥在叫聲音 它是將車停在路邊來找 就是去找不到鳥在哪裡 家雄剛好是家裡找不到起車修理中 所以這位家雄最好找到當空小鳳鑰來救助 在小鳳鑰在外面直下將它找到 原來這隻鳥是藏在車的地盤 今天有一個人家開車出門時 換車底有鳥的叫聲 天在路邊找到沒有看到 實在沒辦法只要找上當空小鳳鑰對順求幫助 想另外了解總控制 馬上進行救完卒業 在經過一番努力的 最好在車底白氣功旁邊找到鳥 隨著車總數車輛保養的技術才來合作 最好順利將鳥叫出來 那我們立即將車子遇到平坦處 再來固定、斷電 還有進行頂申的動作將小貓救援出來 那好反對 經由我們那個義特的 從事車體維修的那個祭司協助以後 順利將貓救援脫困 跟這張小文教標示 天氣降溫、本領時 動物有各種困難的方式 就有鳥跟它密在車輪的原因裡面 因此經常作成車子的困難 均衡的民眾 若是遇到這種情形 建議車子在發動車輪時 先作作聲音 提前鳥的狗子離開 並不要自行用手 依然要不要上 也才是加上的狀況 先想著民家七彩虹不倒